本節目的表演 這次展覽很特別的就是 我們和PMK合作一同 開始的任務交到給我們的時候 其實要求想用我們室內設計師的角度 去做一次不同的展覽 我們開始整個團隊去談去想 室內設計師最拿手的當然就是 在一個室內的空間營造不同的氣氛 給人家有不同的認同感 或是我們製造不同的感覺 我記得那時候應該是7月到 我們開始去談這個合作 然後開始看看我們想表演什麼給人 因為這個項目會比Milane更快 也想介紹一下香港 主要是想正面一點 面對當時的社會環境 亦都想帶回香港的文化 或者是一些傳統的 我們可以帶過去Milane 告訴別人 我們在香港也有一些東西可以給予別人 傳統的大家都認知 這次包山就是長洲的文化活動 亦都是一個尖向上的 一個比較不同的活動 這次我們邀請他做一個installation 那時候我們就想帶出一種 就是都是一種塔向上 一直向上的精神 在裡面 而且就是用一個很善性的裝置 去做 高高低低和高度 而且我們中間加插了一個 中心點是有一個噴焰的效果 你會聽到一些聲音 也會有一些視覺的效果 有些燕噴出來 讓觀眾或者參與者 可以經過一個善性的 爬這個藝術裝置 也會看到一些 鍵的視覺在上面 感受 對於室內設計師來說 互動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我們做這個包山的時候 是想人們真的可以爬上去 去摸到那個包 還有我們室內設計師 有幾個感覺是很重要的 視覺、聽覺和觸覺都很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當時會做這個包山 還有為什麼中間會有煙的概念 就是想別人去接觸到 我們做了一些研究 後來就知道 原來為什麼會有這個 唱包山這件事 為什麼會有太平清智 因為很多年前有一個瘟疫 有一場瘟疫 後來人們希望藉著太平清智 將這個瘟疫去趕走 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在想這個想法之前 其實就沒有corona virus 很巧合地想完之後就出現了 我們都希望藉著這個裝置 帶著大家的平安 希望大家快點可以趕走這個疫情 來我們就讓我們坐下 看回去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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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